請你跟我這樣過 玩口運動還不夠 吃對了才能收 所以運動後要怎麼吃呢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你運動減重失敗過嗎 你常累得半死 卻睡一覺肉就長回來嗎 不要懷疑 這一切可能都是吃出了問題 到底不同性別 運動項目 時間 一天的正餐該怎麼吃 而又是什麼樣的營養素 會讓你不餓 不累 不傷健康的情況下 居然還能比別人省30%的時間 達成目標呢 我們邀請到減重專家邱振宏 營養師李萬萍 媒體專家KIMIKO 以及三位藝人VIKI 高山峰 益軒 要來一起討論喔 所以我們大家以為說 運動後到底能不能吃這個問號 其實裡面只要吃得對 搭配得好 你不僅運動到 飽足甘油 而且還會瘦 而且能夠健康又漂亮 對啦 但是我們一開始先來請教各位 為了減肥運動後 你敢吃嗎 全叉 請選擇 我們來 全全叉 因為有人是完全不敢吃 完全不敢吃 你看 後面還覺得真遲疑有沒有 差比較多 對耶 不敢吃的人比較多 媽媽也這麼ㄍㄧㄥ 媽媽們 當然 是礙於自己的標準 還是礙於老公的壓力 誰說結婚後要是個黃臉婆 真的啊 VIKI 剛舉叉 因為我是真的不敢吃東西 真的喔 這一段時間我是每天幾乎都有 運動四十分鐘左右 真的假的 他現在很拚喔 他很拚喔 但是喝兩瓶紅酒 對 被發現了 他等一下再說 被發現了 還要吃對不對 還沒有說喝的 對 還有吃的部分 對不起 其實真的不敢吃 我不敢吃 對 好糗喔 放生風 你敢吃 我還是會吃 但是我吃的種類 就要經過 神聖的考量 要嚴選就對了 對 比如說運動 運動很累 然後你事後吃麻辣鍋 那一樣 那當然 一樣是完全不同 你是不是從以前就身材 你是不是變瘦了 他瘦很多 他瘦好多 沒有耶 其實我最近的身材 應該是我人生之中 身材 最好嗎 進行最好的比 就是大概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還好 真的假的 他有回春喔 青春的 真的耶 青春的大體 而且沒有到醫美診所去 就是憑著一些朋友的忠顧 然後毅力達成 因為我上健身房 我是跟台灣算第一男模 余秉諺 身材真好 我跟著他學健身 那後來我發現 秉諺我跟著你學健身 沒有用啊 我還是我啊 我沒有任何改變啊 他說那可能你要開始 控制飲食 就是吃這一塊要很小心 很小心 然後我問了他一些 撇步之後 我才知道說 喔 真的不能讓自己的欲望 太過放縱 譬如說大家覺得 公認身材很好的男藝人 余秉諺啊 潘若迪啊 對 他們是無時無刻不再吃的 怎麼可能 他們很會 潘老師有夠會 很會吃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以前跟潘若迪 一起去看下午場的電影 他是在兩門客之間的空檔 他說我有兩個小時的休息 他說那個時候的健身房還在微秀 還在影城那裡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這兩個小時去看電影 我說好啊 好啊 看電影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汽水爆米花 我說我準備好我的零食 他說我也有帶我的零食 他拿出一大包塑膠袋 然後裡面拿出一串東西 什麼 是 他不是 他不是說拿兩根香蕉 當點心嗎 他不是一揪一揪的 他是拿 他連是香蕉 他連是香蕉 沒有 視上之後 一顆香蕉樹進去 他拿整串的香蕉 我說對不起 你是要去動物園 還是要到店員 他說沒有 這是我的零食 對 他就一邊看電影 一邊剝皮吃香蕉 有沒有啊 好快喔 好沒FU喔 我說電影院雖然很黑 但是大家還是看得到 你拿了一大串香蕉 都吃掉 我好像跟金剛一起看電影 他說我跟你說 我現在不吃這個香蕉 我待會兒課 我待會兒還要上跳舞課 我上不下去 沒力量 對 他可能會腿軟 OK 好 來 依萱 我也是屬於運動玩敢吃的人 但是我有一些些就是 聽到的一些方法 就不管是吃的東西也好 或者說我吃的話 一定都是大概一個鐘頭後 才會進食 所以時間種類都會有一些調配 因為這就是身材的差別 就從這兒來 是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 更慘 我需要這樣的朋友 是不是 要這樣子來告訴我 我才會敢 要有這樣的激勵 你才會說 真的 忍住 真的要這樣子的朋友 還有這樣子的另外一半 像我覺得我已經夠 我覺得我這樣子伸三個 你很好了 OK了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我就還覺得 就是掀起來我的肚子 說我現在應該肚子比較小 比以前小很多 而且有一點腰伸了吧 我老公說 不夠 就整個很嚴格 然後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不是 你這樣這樣大家沒畫面 你不要信一下 結果屈哥看電視又搖一次頭 真的 然後或者是說 我覺得 我就是有一天我想說 我要偷來一下 我今天就不走了 然後我就準備回 就是洗澡了 我老公說 你不是要運動 我說沒有啊 我今天我覺得我夠累了 我想要 我想要休息一下 他說 唉 就一副那種很不屑 覺得 覺得我很沒有毅力的那種感覺 這一種態度 對你來講是一種 助力還是主力 助力吧 助力 助力嘛 我會覺得你就是在瞧不起我 所以你就非要辦到的 你就是缺乏這種助力 因為我們家上上下下 沒有一個 那所以呢 如果要減肥 這個運動跟吃 它的關聯性 一個大方向的概念 真的可以吃嗎 對 來邱醫師 減肥一開始一定要先 那一段時間以後 再開始增加 對 這樣才會成功 那今天是談到說 當你一開始從事運動了以後 其實剛剛一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運動完以後 先不要急著吃東西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要運動的時候呢 讓自己保持 空腹的狀態去運動 其實是最好的 空腹 空腹的狀態 可是我會吃完 一個鐘再去運 這樣是可以嗎 盡量再把它離遠一點 是喔 因為現在醫學上 我這個有兩個證據 第一個是生理學上的證據 當我們沒有吃東西空腹的時候呢 我們的血糖是比較低嘛 對啊 這個時候當你運動的時候 肌肉要燃燒普刀糖 這個時候它就會去增造這個脂肪 來把它分解掉 真的 所以比較會去燃燒你身上的脂肪 可是根本沒力氣運動 會暈倒耶 那我問一下邱醫師 如果是說我今天一起床 我就直接早餐什麼也不吃 就直接去運動 這樣OK嗎 可以 但是你運動完以後 你要補充一點點 就是開始吃你的早餐 但不要馬上吃 我第二個證據是 我們生物學觀念上的證據 你們知道嗎 獅子老虎是先吃再運動 還是先運動再吃 獅子老虎 先運動啊 要獵骨 先運動以後再吃嘛 那那個犀牛大象是先吃 再運動還是先吃 犀牛大象不需要運動 他們沒有在運動嗎 他們是先吃 然後之後被獵捕 他就開始運動了 結果長得那麼大 所以表示什麼 先運動之後再吃東西 其實是對這個身材的維持 是比較有幫助的 真的 我再補充一點生理學的概念 就是說 你知道運動產生一個什麼效果嗎 就是我們的肌肉 血流會增加嘛 對不對 那血流增加之後呢 你這個時候再進食 就過了一段時間 你在進食的時候 你吃進來的熱量 會比較往肌肉這個地方跑 對不對 我們是希望營養往肌肉跑 去讓肌肉緊實 是希望營養往脂肪跑去 變成身上的肥油嘛 對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 但這種效果大概只有維持兩個小時 所以在兩個小時內要趕快吃 對 所以你們要運動加吃飯 很簡單一個原理 就是選擇在正餐前兩個小時 這個時候來運動 運動完以後剛好吃正餐 剛剛不是有人講說 運動完很餓嗎 對不對 對啊你忍一下嘛 剛好你就可以吃正餐了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攝取到額外的熱量 一定要兩個小時嗎 兩個小時之內 對兩小時之內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剛剛有人講一個小時是OK的 對 那如果 你剛剛講的是先空腹再吃對不對 那如果先吃再運動可以嗎 先吃再運動可以 要隔多久咧 今天還是一個小時以後 對為什麼 因為你太接近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效果 我們吃完飯以後 血流會往我們的腸胃道集中 要消化食物 這個時候你馬上跑去運動 又把那個血流徵召開來了 那這個腸胃道就沒有血流了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會造成消化不良 所以空腹運動 對 空腹運動其實對減肥效果是比較 就比較手選就對了 好 我們到底要怎麼吃 該怎麼做運動呢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就是做的運動強度和該吃多少 這個部分大家有概念嗎 是的 所以為了減肥 你們大概每次會做的運動 每次大概做多久 Ricky 我是固定每天就是快走 四十分鐘以上 然後還有就是假日 就帶小朋友去游泳 游泳很奇怪 因為游完肚子特別餓 為什麼啊 游泳超渴啊 我們從小喔 從小時候我們可能寒暑假 或者是假日去游泳池 就游完游 你就很想到旁邊交個泡麵來吃 之類的 對 或是薯條啊 漢堡啊 沒有 游泳池 傳統游泳池 就是視力的那種 一定會賣泡麵 還有賣甜不辣 對 吃甜不辣不夠 你還要喝兩碗熱湯 今天有游泳 猴泪的湯 這個好 這個我補充一下 游泳為什麼比其他運動 更容易肚子餓 為什麼 因為有增加了一個效應 叫做 我們平常在運動是在室溫 可能三十幾度的溫度 底下跑步對不對 你不會覺得很容易餓 但是你游泳的時候 水溫是比較低的 這個時候你在游泳的當時呢 它把你的體溫 體表溫度都下降了 你身體會怎麼一個反應呢 你身體會燃燒更多的熱量 來維持體溫 就好像天氣冷的時候 我們容易餓 所以消耗的熱量比較多 代謝會提得更高 是嗎 我跟你講 體溫只要差1度C 性能代謝可以差13% 這樣來消耗 冷氣開強一點吧 冷氣麻煩你到500 木製粉是有兩邊的學派 都在做這個研究 然後一邊就是說 有一個企業他就是說 我在33度C的熱水 不是熱水就是比較 比較接近室溫多一點的 另外一個是20度C 比較冷的冷水 然後一樣去做 一樣的運動消耗量 他們去觀察 反而就是在33度C的之下 他們的消耗量是 消耗量是都一樣的 但是攝取量 越冷的水溫 它攝取量越高 對 那所以他們就用 這一篇文章就在隱身 所以就熱於家相對 會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不會 運動完後吃這麼多東西 消耗量是一樣的喔 用這個角度來吃的話 對 就是因為用這個角度來講 然後他們反而認為就是 你越冷的溫度 你雖然消耗量其實誤差不大 可是你等一下因為冷 它會為了提回你的那個溫度 所以它再去記錄你的飲食攝取量 所以它就會變得自然而然增加了 但是並不違反邱醫師的理論喔 因為其實你還是會真的體溫下降 你耗的能量會多 可是因為你為了要把那個耗能補回來 所以你會真的在攝取頻率上 會量會增加 所以重點還是你運動完後 不管你是冷水熱水 你最後的那個量還是很重要的 對 稍微控制一下啦 我再補充一點點 這也是沒錯 因為短時間也許你會因為餓 吃了更多的東西 但這個時候要靠意志力 可是如果有長遠的角度來看呢 因為你知道嗎 我剛講說為什麼新人代謝會提升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因素叫做 假狀腺素 冷刺機可以讓我們的假狀腺素提升 假狀腺素的作用時間很長的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你只要一個禮拜洗一次冷水澡 事實上呢 長期慢 就是經常的刺激以後 你身上假狀腺素會提升的 你知道嗎 假狀腺素會提升的 假狀腺素就是代謝的激素 它會讓你新人代謝提升的 對 那Monter 你是做什麼運動 之前我還不懂的 就是怎麼樣可以利用 運動來瘦身的時候呢 我是只有做重量訓練 後來我發現了 就是我要把那個 我身上的多餘的熱量 還有脂肪消掉 我還是得做有氧運動 所以我就逼自己 做自己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開始跑步 其實還有別的運動 譬如說有一種交叉滑步肌 對 是你腳踩在上頭 對 但是你腳板不用離開地面 對 只要前後的 對 然後有根竿子嘛 手可以互相對 對 或者是你做執行那個爬樓梯的動作 但是你腳不需要離地 上下 對 對 那樣子你的膝蓋就比較不會受到 那個磨損跟傷害 那你就得去做那個 然後我就硬逼的自己去做 然後做的時間 我的強度沒有很高 但是我可以一次做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很久 那你感覺心肺功能 因為 如果你只做半個小時的話 他們就是有經驗的人告訴我說 你的熱量才正要開始消耗 你已經停下來休息 對 所以你那個時間要稍微拉長 不用做很強的強度 但是時間要稍微拉長 所以如果像這種重力訓練 跟這個有氧的訓練 這種方式是OK嗎 我們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麼叫有氧什麼叫無氧 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很用力的 一分鐘之內大概就會累了 這種叫做無氧運動 無氧是什麼 類似重力訓練 舉重 跳高 這種 大概撐不過一分鐘 你就會很累很喘 這個很用力的 舉壓的運動 無氧 大概就是無氧運動 那個主力運動就是一種無氧運動 那如果說能夠撐超過五分鐘以上 都不太會累 對 可以做很久 然後呼吸稍微加速一點點 那這種叫做有氧運動 什麼瑜伽游泳嗎 對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鼓勵大家 就盡量做這個有氧的運動 為什麼 因為主要是跟肌肉的形態有關係 肌肉有兩種 一種叫紅肌 一種叫白肌 紅肌就是負責耐力的運動 OK 紅肌的肌纖維是比較小的 你做再久的運動 不會變得很大很粗壯 白肌是直徑很大的 健美先生就在練白肌 像Walton 你那個練的就是一開始練白肌 他們說要把肌肉撕扯開來 那個撕扯的肌肉就是白肌肉 等於是重建 讓它變得更大 對不對 那這個運動類型 跟我們這個消耗的能量也有關係 但是不是說白肌就對運動燒熱量沒有關係 其實你們有個概念 我們常常講說運動幫助燃燒熱量並不大 對不對 有時候你覺得我快走一個半小時 可能才燒掉一百多卡兩百卡的熱量 對不對 但是不要忘了 其實雖然當時你在做的時候你燃燒熱量不高 可是我們停止運動以後 它還持續會持你的新的代謝提升 這個叫運動後的耗能 你知道嗎 所以大概這個運動耗能可以耗掉前面燒熱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對 所以不要因為說好像這個沒有有氧運動我就不做 其實還是可以做 只要有運動對健康就有幫助 所以簡單講就像我以前在跑步 你跑了四十幾分鐘 跑完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那個流汗可以留半個鐘頭 所以後面那流汗的半個鐘頭 其實它還是在消耗熱量 三天都有消耗 三天啊 就是你的耗能它不是只有現在 它是持續只是慢慢地解 所以運動的好處是一個常態性 你要往很久去看這樣子 那你這樣講KIMIKO老師 現在坐著都還在消耗爐 對啊 你看他身材維持得這麼好 扣人力是很強的 真的喔 對 好酷喔 那易軒你做什麼運動呢 我一個禮拜大概固定會做的就是兩次的瑜伽 然後中間的部分的話 我有時候會去上健身房 就是做一些局部的輕微重訓 然後再來就是快走 或者是慢跑就是這樣混合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就這樣輪著這樣子做 然後有時候是騎腳踏車 然後每一次做一定幾乎都會 大概到一個半鐘頭以上 因為我就是一次跑不了太久 所以我會一直去交替它 那你有覺得哪一個運動對你來講 消耗熱量 熱量我還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發現有沒有 哪一種最惡 最惡應該是 我發現覺得瑜伽 易軒這種強弱交替的這種運動方法 其實是對減肥是非常有幫助的 真的啊 對 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你要跑一公里的話 對 你跑兩百公尺 然後再走一百公尺 再跑兩百公尺 再走一百公尺 這樣交替喔 其實燃燒量比 從頭跑到尾燃燒量 對啊 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原理 是因為持續比較久嗎 不是 因為它會燃燒更多的脂肪酸 然後會產生更多的乳酸 其實運動以後 深糖激素會上升 會把你的血糖慢慢的 從那個脂肪擠出來 你知道嗎 把那個血糖從脂肪擠出來之後 它就會燃燒你身上的油 然後這個擠出來的 那個深糖激素跟那個腎上腺素 會增加你的飽足感 你等一下又吃得更少 你知道嗎 對 這樣交互運用以後 可以達到更好的結果 對 簡單的補充就是說 這個運動對它來講 消耗熱量很多很多 多到它已經超過身體負荷了 所以你的腎上腺就會出來 會讓你覺得你吃不下飯 對 所以其實你剛才說的 那些運動強度裡頭 其實是瑜伽對你來講 消耗熱量是最少的 所以會餓 對 所以剛剛好有感覺餓了 可是因為其他的強度 對你太多了 多到你會覺得你已經受不了了 身體自己就會保護自己起來了 所以立軒反而搞錯了 對 那請問有沒有統計 快慢交叉 你說比從頭到尾一樣的好 對不對 對 它的那個消耗或對於瘦身 它可以差幾層 有沒有這樣 我們剛剛不是講一個 運動或耗能嗎 對 總的運動量當然差別不大 但是運動或耗能 像它這樣的運動 會延遲更長的時間 原本可能兩三天 原本可能三四個小時 現在變成延遲到半天 一天以上的時間 它有這樣的消耗 是這樣子 對 那你這個可以保持 那好厲害 對 都像你學習 那我還在想說 從頭跑到要撅那個才有效 其實錯了 所以我撅不了所以就會壞掉 沒想到意外的收穫 意外的收穫 好 但是說到運動減肥 最厲害的是KIMIKO老師 對 怎麼樣運動是對減肥最有幫助 做金瘦美的運動 厲害 謝謝老師 很舒服 就看這個就對了 不是 只是看你要照著做 只是看只是舒服 沒有 我而且很專業 我這次的重點就是 叫大家放進DVD Player 然後看了就瘦了 看了就瘦了 那可以做成這樣 所以你有做一些特別 而且... 而且我有做了特別的點 就是我這次包含 連後面的學員 就是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身材 所以看的人就是 你是什麼樣子的年齡 性別 身材 就看著那個人 就做適合你的角度 對 不過KIMIKO老師 你們這個運動後你們 像你會吃嗎 我吃啊 吃 最多吃多少 看我做什麼運動 對 如果說現在運動量很大的時候 可是因為我們一個重點就是 我平常都有運動的習慣 所以我並不會刻意就是說 大吃完我就會有罪惡感 我其實大概也都是在三四千卡 對 三四千卡 因為運動量比較大 運動量比較大 對 但是除了運動量以外 因為我也發現說就是 運動量很大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的線條並沒有漂亮 對 所以我發現原來變漂亮的運動 跟變健康的運動的話 不一樣 它是還要再微調的 好猜 有啊 所以重點專業的就是 你看三四千卡的熱量食物 進到我們的體內完蛋 我們一定是這樣 但是運動量夠 它就不會 而且昌明哥以前我們都很在乎 就是那個體重基上的數字 對 然後可是你知道 我發現KIMIKO老師非常厲害 他練這一身 你看他該有的都有 可是他的體重 竟然就是沒有降 對 越來越深 體重越來越深 我現在已經是我這人生中 最高的體重了 怎麼可能 很瘦耶 真的 你頂多48吧 因為重量代表胖 對 我可以講嗎 可以啊 你願意的話 我現在是56公斤 你有56公斤 不可能 56公斤有沒有 媽媽有沒有誰56公斤 還能不出來 都是 你40幾 我很想叫你出來比喔 40幾 居然低50 那天還好有BT姐問我 因為我以前40幾的時候 我穿牛仔褲是穿27腰 怎麼可能 你現在應該 你現在應該 憲哥穿24腰吧 對 我現在穿24腰的牛站 很誇張 然後體重還更重 但是體脂非常低 我現在體脂也降到 大概都是在16點多左右 很準 我29耶 這不是標準 29 我那天才剛剛加一點體重 幾一兩三十一 趙明哥他不是標準 他的體脂方是很低 就女生而言是很低 他現在身上肌肉 一份的肌肉大概等 1.6份到2份的油 你懂嗎 對 所以他雖然 他現在看起來體型不大 可是他都是肌肉啊 他重量就重啊 因為他不是油嘛 所以這樣換算的話 56公斤的體重除以2 才是他實際的體重囉 是這個意思嗎 可以這麼說 如果說他現在如果是 這個公斤換成油的話 大概大一倍的 對 對 所以視覺感會差很多 所以真的不要注重那個數字 對 真的 所以我們要改變 對 我們要改變 對 好 謝謝KIMIKO老師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很新的觀念 對 正確的 那所以到底運動之後 應該吃什麼樣的東西 吃多少量 一般來講 比較輕度的運動 叫做瑜伽 那我們如果說比較中度的運動 像是游泳 或是慢跑 或者是短程的騎腳踏車 這個都算是中度運動 那如果是強度的運動呢 它就是比較像是我們打拳擊有氧的時候 或是踩飛輪的那個狀態 這些都是我們上班族 會比較接觸到的一些運動 那我們來看 他們大概各會消耗多少 我們都用一個小時去看待 大概就是瑜伽是300卡 就是這一堂課上下來 那中度的運動大概是300到500 重度有氧大概可能500卡以上 甚至有可能700卡都有可能 真的好累喔 對 那我們來看就是說 當你不同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在分 因為總是我們希望運動能夠減重嘛 那減重我們會分就是 你是比較就覺得 還好啦我慢慢來 或是我今天 我很想要積極廣塊在一個月 或三個月內做一個減鬥 我們就分不同的飲食型態 適度的減鬥 在輕度的時候就會建議大家 來個譬如說像玉飯糰 配個豆漿 而且是無糖的豆漿 對 因為相對就是 我們還是要控制一下熱量 那再來就是 不要每次都說 營養師都說太健康的食物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小吃有什麼可以吃在這個學校 對 因為每次你們都說 我都說太健康做不到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今天來看 你可以吃水煎包 水煎包兩個 或者是小吃不是會有的 烤玉米嗎 對 烤玉米一條 那個都OK 那個有這樣也沒關係嗎 但是我建議就是刷一層就好 那如果說我們在就是 如果是中度 適度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去便利商店去找 就是大概也如果它都會有標示嘛 基本上都是 三百台以內的標示 你要怎麼配 隨便你喔 你要不健康的方式配 就熱量而也OK 你要健康的方式配也是OK的 吃餅乾也可以嗎 可以 但是很快就會 對啊 對 運動其實它應該 在一個減重的一個裡頭 它是讓你就是 能夠因為藉由運動而吃一些 你平常不敢吃的東西 對 它會讓你會覺得 有了運動以後 人生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對 是能接受的 但如果要很積極減重的話 就只能吃茶葉蛋 對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表格裡頭 我會最建議就是 如果重度運動的人 運動完後最好就是 剛才像邱醫生說 就是兩個小時內 而且趕快吃飯 最好就吃一個便當 因為其實一個便當的熱量 像雞腿便當 它熱量沒有非常的高 你去皮以後 大概可能五百卡到六百卡上下 去皮 皮不能吃喔 很可憐嗎 皮才是最相近的地方 你就再多運動個二十分鐘吧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最主要的差異 你會發現 在積極減重的那一個部分 就是強度運動的人 一定一定要加一個 澱粉類的東西 對 因為如果你積極在 就是你做一個很強力的運動 其實你消耗的是肝糖 然後又產生乳酸 如果你這時候不補充 一些澱粉的東西 其實你很容易 等一下就會覺得 那個疲憊是散不去的 你這個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失心 有些人會說無肉減 就是無澱粉減肥法 其實這個時候 對它來講是很傷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 碳水化合物 所以你看 我就會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放了一個就是 要香蕉和低脂牛奶 因為香蕉它 碳水化合物很高 它對於迅速補充你的體力 是一個很好的來源 所以這個就回應了 潘洛迪跟妳看電影 吃了成炭的香蕉 那個是成立的 對 而且其實對於 像一直要運動的 不管是選手或是教練 他們反而不一定要高蛋白飲食 他們其實要持續性的 碳水化合物補充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對啊 像打網球的 他們在休息的時候 都會直接就從來 對 喝香蕉 但是吃對以外呢 還有一個重點 時間也要對 對啊 所以你們是什麼時間運動 然後運動後多久 你們才會吃 可能一起床 沒有吃東西就去運動 那有時候就可能前一天 宵夜也沒吃 就整個太餓了 就覺得有點虛弱的話 我就會先吃完 中飯 然後呢 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兩點多的話 再去運動 你早上起來如果先運動 你會不會嚇我特別容易 打瞌睡之類 會 有一點累 還是可以 可是這個就是我覺得 有點納悶 因為等一下不是說 你有運動 變習慣之後 你應該是更有精神 其實我們會建議他就是 也可以做一些 因為有些時候 他會過累是因為 他的身體的肌力 還不夠的時候 他去做劇烈的運動 他其實是一個 已經是過度的行為 所以他會 他會身體會累到 他很需要休息 所以如果他採取的是 類似瑜伽 類似走路 對 他可能就不會造成 這麼累了 容易想睡覺 所以也會很造成 有一個檢視方式 很多人他如果一運動完 他會一直打哈欠 我們說這個也是一個 對 好 來 滿腾 那你做什麼運動 什麼時間 我做運動的時間 現在應該是 早上起床以後 我可能只喝了一杯牛奶 然後我就去運動了 然後我運動結束 應該已經快要接近中午了 中午了 對 那可能就是 在運動結束之後 這個半個小時以後 吃東西 如果說我白天 沒有去做這個事情 可能工作到晚上 我可能八點以後 會去運動 八點到十一點 這個時段 是我運動的時間 那在八點 我去做運動之前 我可能已經吃過晚餐了 我可能會在六點以前 就吃過晚餐了 這樣子 然後運動完 你就不吃了 運動完其實回到家 我要稍微克制一下 我想吃東西的慾望 因為其實有時候餓起來 會滿氣的 對啊 睡不著 對 而且在運動的時候 我滿腦子想的 都是吃的 當然 對... 好可憐 其實是幫助我的靈魂進化 就是以前 可能會 還會想一些別的 譬如說美色 但是現在完全不會 就是你現在沒有慾望 各種慾望都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就是哪裡有吃的這樣子 對... 已經進化了你 你這個做什麼運動 男人最好不要做 因為運動 負責用太強了 因為運動完了之後 你會覺得說 我今天這麼辛苦了 就是做了這麼久的運動 那我要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破壞 因為我不懂所謂的營養學 或者是我該吃哪些東西 所以我寧可就選擇說 好 那我就... 反正晚餐我也吃過了 運動我也做過了 我趕快洗完澡 然後早點上床休息 對啊 這樣子 隔天會比較早餓醒嗎 會... 會... 這就是早睡早起了這樣子 我覺得他有那個 怎麼可能 他比他年輕了 他性命已經開始降低了 然後早睡早起了 我剛剛40了 你快40了 他快40 難得就接近了 男性大概過了40歲以後 就開始了 那他已經是了 我44了 所以我已經在更年起了 對 你也在更年起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所以你說那個慾望會降低 對 會降低 然後事情比較提不起勁 對不對 然後睡眠好像會比較 趨近下於早睡覺這種 你知道那個打高爾夫球 有一個俗語叫 就是說其實運動可以增強性慾 你知道嗎 因為運動以後 那個雄性基數會增加 對 尤其女生 那我們也雄性基數 所以我不太建議女生去練那個肌肉 練得太過度 因為醫學研究發覺 女生如果練主力運動的時候 她的雄性素是會增加的 所以女性應該 女性應該多練 耐力型的運動 不要練主力型的運動 耐力型就是有氧的 對 那男生的話是都OK 好 來 宇軒 什麼時間運動 反正就是起床之後呢 就是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先吃第一餐 第一餐的話 通常就很簡單的那種什麼 一點點麵包 或有蔬果的話 就吃一點點 然後過一個小時之後 一個或一個半以後 然後才去大概三四點運 然後運完了以後 就會等到大概六點半到七點 剛好晚餐的時候才吃飯 但是就是有的時候 我會沒有吃什麼 麵包那些東西的話 運動前 我就會在運動前 吃一根香蕉就好了 空腹的時候嗎 空腹吃一根香蕉 可是她不是說空腹吃香蕉 容易什麼 如果有發炎或什麼 可是沒有 我完全沒有任何不舒服飯 而我會覺得說 我運動時候 還就是什麼都很痛 充滿能量 充滿能量的感覺 然後如果說你真的運動完 暴餓 然後很多人不是說不敢吃嗎 然後你如果暴餓 又怕胖的話 你也其實可以補充一根香蕉 就夠了 所以滿相信香蕉的 然後都只能再等到 該吃飯的那個時候 再去吃正餐 對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是上瑜伽 但有時候上完瑜伽課 就是可能同學邀約一下 大家就一起發香蕉 不是 然後就會吃一點小點心 就是可能什麼豆花 或什麼那類 但只吃小小的東西 就小點心 豆花 對 豆花 珍珠 粉圓 這種東西 可以在運動後吃嗎 可以啊 就是 可是粉圓要提醒大家 粉圓其實 因為相對它的熱量 真的會很高 你一杯珍珠奶茶 就把你剛才所有的事情 都抵消完畢 那要提醒大家 就通常都在想說 要吃什麼 吃什麼 其實最重要 有件事情沒有講到 是水 一定要提醒大家喝水 水要夠多 對 運動前和運動後 一定要喝水 而且有些女生 她會覺得我運動完後 好不容易瘦那一個0.5公斤 或多少 她會覺得不能再喝水 可是不行喔 就是如果你越沒有喝水 你的代謝會越差 散熱效果越不好 反而到時候 你會越容易胖這樣子 那我有聽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 在運動前 之前 你喝250cc的冷泡茶 再去運動 會增加那個 我聽到的是反的 我聽到的是運動後 喝茶或者是咖啡 這個我來補充 就是說其實你本來要減肥 你就是三餐時間要固定 對吧 對 那每個人做其習慣不同 那你要再離這個三餐 多遠的時間運動 不要為了運動去改變你的用餐時間 把握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運動完以後 如果還沒有到你的用餐時間 你一定要忍一忍 對不對 你可以喝無糖綠茶 對不對 因為無糖綠茶裡面有多酸 咖啡因 兒茶素 這些東西本身會促進代謝的 它可以幫助你燃燒脂肪 但是就是怕一點 什麼點呢 就是你運動完 口渴你就去喝寒糖飲料 對啊 你運動完餓以後你就吃一個泡麵 你把剛剛前面耗的量 通通補回來了 這樣就完全失去了運動的效果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不要運動 假設你要早上要上班 你當然就是上班前 七點鐘你運動 完了九點去上班 對不對 或者中午你十二點要吃飯 你十點就去健身房跑一跑 對不對 或者晚上下班 你回到家 你運動完以後 你再用你的晚餐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建議你們還是空腹運動比較好 為什麼 空腹運動比較能夠燃燒身上的脂肪 那剛剛營養師有提到說 要喝水 這個很重要的觀點 因為運動完以後 燃燒的脂肪會變成 你知道嗎 這個乳酸跟脂肪酸 如果你不把它代謝掉 所以這個時候 對 你喝大量的水 到腎臟你會把它沖走 不要讓它吸回來 這樣了解嗎 這樣才幫助這個脂肪 你所謂的大量的水是多少量 至少 500cc以上 至少嘛 那用綠茶什麼那些取得也可以 也可以 還有一點 如果說你們在運動前後 有補充糖分 你知道糖分會使 胰島素升高 我們的肌纖維裡面 有一個叫MTOR的一種代謝的東西 你一旦胰島素升高以後 它會把你的葡萄糖變成什麼 變成 肌纖維裡面的肌蛋白 會長肌肉的意思 所以男性如果要練肌肉 你不是說要吃胺基酸 你在運動的前後補充糖分 你就會長肌肉 是喔 葡萄糖跟雞 所以你的都是肌肉 你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都喝那個很甜的東西 對 我是不到腹肌給你們看而已 對 沒關係你肉啊 要一件 這個概念要懂 先喝糖的 對 就是補充糖分 淡水化合物類都可以 賣片也可以這樣 剛剛講到說吃香蕉你認同 它是好的東西對不對 對 有沒有那種食物是跟吃香蕉一樣 同等 哇 覺得這麼棒 比如說像這個季節 西瓜芒果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什麼 芭樂這些都OK啊 淡水化合物我以為你會講的是飯麵 或是麵包什麼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假設運動前 你真的會吃東西 你不能吃太多 尤其像你練瑜伽 你待會倒個身你就吐了你知道嗎 對 那再來就是你如果說 你有先吃些東西 你一定要吃些比較容易消化的 小小的東西 那水果是本來就應該吃的碳水化合物 你就把它拿來用掉 就大概抓啦 就是一般吃飯的碗 大概連一碗到兩碗 這個範圍內都能接受 對 那再來呢 吃的內容也要對 像剛剛講的香蕉是一種對不對 那三位有沒有說你們在運動前後 你們吃的東西 絕對不吃的嗎 對 禁忌的有沒有 禁忌的 澱粉 澱粉 我就是晚餐不吃澱粉 然後只吃菜 或者是餐前吃水果 但是我有一點很糟的是我會喝酒 我覺得酒精對我來講也是一個 一個熱量 所以夢城一早一開始就說 你會喝紅酒那是對的了 沒有 現在改是白酒 因為夏天倒了 這個代量一樣嗎 差不多吧 都酒精啊 那楊老師 那這個影響呢 喝酒 因為現在我們都會有這種飲酒 這種紅酒的文化這樣子 有時候不是說出去吃 而是自己可能就來個兩杯 你會發現第一個 因為你喝了酒 你可能其他的東西 就會排斥其他的東西 沒有吃到 所以你可能會一些 微量營養素會不夠 然後偏偏這些微量營養素 要代謝你的酒 可是它又代謝 因為你吃不夠嘛 怎麼代謝它 然後就會變成你的酒 很容易存在你的脂肪裡頭 變成脂肪肝 那如果吃的東西不減少呢 那這樣就沒有影響 它就會變胖啊 對啊 可是他們往往因為 就是他們都會想要 控制他的體重 所以他會知道喝了酒 所以他就會少吃其他的東西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你這樣子喝了酒以後 你知道我們運動完後會增加乳酸 然後我們急需要一些糖分 可是喝了酒 它會抑制乾糖新生 所以它會讓你等一下更低血糖 所以你很容易會 比如說會脾氣會更差 然後你會覺得一直都很疲憊 沒辦法恢復你的體力 好 Mountain那你有什麼不吃的 以前是沒有忌口 對 但是現在已經不吃太油的東西 太鹹的東西 紅肉我現在也沒吃了 對 所以你只吃魚 豬肉 雞肉 對 那一軒呢 如果在運動完之後去補充 比如說茶 或者是無糖黑咖啡 這一類的話 它可以去延長它的一個消耗跟代謝 對 所以我有時候的確是會這樣子做 然後再來另外一說呢 就是運動後就是要補充蛋白質 剛剛營養師有提到 就是高蛋白 因為很多很多健身的朋友 就是那種練肌肉的朋友 真的就是運完 就是運前跟運後 都會一大杯的高蛋白這樣喝 一方面是補充肌肉 對 增加它的強度 然後去修護它 讓它可以增大 然後再來有一說 就是我們剛剛有 大家也有聊到 就是碳水化合物這件事情 對 有聽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維持你的肌肉 會讓它長大 就是你一定不能不吃的 就是碳水化合物 然後 不能不吃的 沒有...可是它是對的 然後還有另外我也有聽說到 就是說碳水化合物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一個份量 它才能夠幫助你所有運動裡頭 所有該代謝的該消耗 包括你的脂肪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生化的那種代謝 是互相轉換的 因為你葡萄糖進來 它也可以轉成油 也可以轉成我們的胺基酸 這樣了解嗎 所以很多人以為說 我吃水果怎麼會胖呢 會啊怎麼不會胖 葡萄糖果糖進來以後 代謝就變成你身上的油了 對 對不對 那你們剛剛講說 這個運動前後到底要補充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們一個 可以幫助你燃燒脂肪的一個東西 我們運動不就是為燃燒脂肪嗎 對 你知道嗎 我們醫學上有研究說 你知道脂肪要燃燒 要運到立腺體裡面才能燃燒 那麼如果能夠有一個東西把脂肪 運到立腺體 運的量大的時候 它燃燒的效率就會高 這是什麼維他命C C喔 你知道嗎 維他命C跟肉鹼 它互相作用之後會把脂肪 增加30%的燃燒 換句話說如果你們有在做中度 剛剛有營養師提到 中度的運動 只要有中度以上的運動 你補充維他命C的話呢 你就比那些沒有補充人 多30%幾% 那是在運動前還後 前後都可以 是吃那種 C片就可以 從什麼管道吃 就是從嘴巴吃吧 水果有維他命C嗎 維他命C片 大概一天補充3克的維他命C C片應該比較好吧 那水果的熱量就會用來 水果當然你會帶進很多 果糖糖分的東西對不對 那C片它是高濃度的維他命C 吃了以後 它可以增加脂肪的代謝 那這樣子運動後 你說多喝水500CC 那我們就放一個 為他們C定下去 可以的 那像一軒剛剛講說 補充蛋白質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如果一個 不是一個營養不良的人 我們的氨基酸大概都是夠的 所以我們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你運動的前後 如果補充一點糖分 這個糖分會刺激胰島素上升 胰島素又會刺激 形成肌蛋白的東西對不對 其實它有糖分 就會有刺激蛋白質生成的效果 你有沒有補充氨基酸 其實在這個時候並不重要 沒有 這樣來對不對 對這樣知道嗎 那蛋白質可以每餐都吃嗎 如果一天只運動一次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量過量 什麼東西過量 就像地瓜餐過量 它一樣會胖 假設一天 一餐我們用一餐來看 一餐每個人的需要量不同 你伸出你的手來 你的手有多大 這就是你一餐的蛋白質 比如說棒棒腿一個 像我可能一個棒棒腿 再加上一個雞蛋 這就是我一餐的量 這是連手指頭 對 早餐的話你可能不會有一片肉 一片魚這樣的概念 可是比如說你早餐 可能有一杯豆漿 大概像我們一般去便利商店 看到的一盒那個豆漿 那個就OK 那你中午就比如說 我今天選一個雞腿便當 它旁邊一定會有蛋 所以一定是夠的 那你晚上比如說 點一個秋刀魚定食 那個量也就是你一餐的蛋白質需求量 那個秋刀魚的量 運動之後吃的東西 應該是不是也是有順序 我們一個便當裡頭 我們先吃蔬菜 然後再來就是吃蛋白質的東西 最後再吃澱粉類的東西 澱粉很重要 但是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人 真的還是勞動量比較少 走路量活動量都比較少 太多的澱粉類 還是容易變成脂肪 所以我們多吃蔬菜 相對會讓我們比較有飽足感 那吃了蔬菜以後 你再吃你需要的優質蛋白質 最後你才再吃你的澱粉 細嚼慢嚼 這樣子比較不會胖這樣 知道 你能不能示範一下 像我們也想像你這樣子 什麼三二線啊 對啊 然後但是 好想學喔 每天都做 但是你要讓我們做得輕鬆又愉快喔 你不能說做得非常枯燥 然後做不下去 三天就砍就沒了 我今天要來教一個女生 坐著做就好 坐著做就好 但是男生要站起來 來 為什麼 然後可是很重要 小明哥要繼續聽下去 女生就那個小腹 然後男生就中廣 第一個動作呢 兩隻手要握拳 握拳 然後把我們的胸部 撈起來夾好 撈起來 對 所以用手肘夾緊 胸部的兩側喔 然後兩隻腳打開 打開 那坐著的也是打開嗎 對 打開 對 腳要病龍 對 這畫面很好看喔 對 對 女生腳要病龍喔 然後男生腳打開 膝蓋放鬆為彎 好 然後這個動作很重要 它的比例是 1加2 就是每一天 1分鐘 然後3的原則 1塊2 1塊2慢 然後膝蓋放鬆 然後深吸口氣 男生女生都一起叹氣 對 叹氣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肚子的力氣了 是 用腰部兩側 然後右 然後左 你們為什麼是用屁股扭 是用腰是不是 打開一點點 然後用腰部 想像有一個人 在攻擊你的感覺 右 左 右 左 然後呢 男生下半身 女生上半身 所以咳嗽 咳三下 咳嗽 對 然後臉咳三下 咳 所以咳的時候 肚子有沒有用力的感覺 有 兩隻手要保持平行 然後不好意思 男生需要抖下半身 所以呢 兩隻腳膝蓋圍彎 對 是往後甩的感覺 對 往後甩下來的感覺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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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達很有力 好厲害喔 好像怎麼樣 也算是婆婆媽媽 見得Ricky Martin啊 對 老婆是幸福的 然後最後一個動作很重要呢 用腰部的力氣 夏天蚊子很多 往上拍手 對 然後女生呢 手一定要伸直喔 所以伸到最直 所以你的腰部要有 被拉起來的感覺 然後男生拍手的時候 要同時併腳 對 好 然後併腳的時候 檢查兩隻腳的膝蓋要放鬆 不可以有摔在地上 所以好 所以我們右邊加左邊 預備囉 一塊二慢的速度喔 好 好 來 預備 很慢的速度 我們跟音樂好不好 好 音樂來 音樂 好 預備 五 六 七 And 右 左 右 左 And 抖 抖 併腳拍 And 右 左 右 左 And 抖 抖 抖 現在快 go 右 左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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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左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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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她們看妳要喘耶 有沒有喘 有 不是 不是 我光咳嗽其實肚子會累耶 對啊 而且那表示妳有用對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